上一次上一张投影片里面那样产生一个指教表的方式 你应用在L4这个表或者甚至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甚至你应用在L8这个表也是没有什么问题 比如说L8的这个表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L8这个表可以做三个水准之间的全因子实验 所以你先产生三个因子之间的全因子实验 1111 等一下我们用0的方式 OK 000001111 然后第二column是0011 0011 第三column是0101 0101 这个是1 那这个我们把它叫做Acolumn Bcolumn Ccolumn OK我们从这里来产生一个A跟B的交互作用 然后再产生B跟C的交互作用 再产生C跟A之间的交互作用 C跟A之间的交互作用 OK 然后呢 在传统实验设计法里面最后一行是A跟B跟C之间的交互作用 OK 但是在我们的如果你没有三个水准的交互作用这个观念的时候 怎么去产生三个水准呢 我们不需要去学新的东西 我们直接把这个当做是 OK 这个A跟B跟C之间的交互作用就这样好了 A跟B事实上这个是Column 所以最后一行事实上是这个Column 第四个Column 跟第三个Column之间的交互作用 把这两个Column产生交互作用就得到这个东西 OK 用这样方法你可以自然产生L8这个表出来 OK 所以L8我们刚刚解释的介绍已经有一点点烦了 如果你再现在思考一下怎么样来产生L16 怎么产生L32 甚至一点点你怎么产生L128的时候呢 我们不太可能用这样的方式一个一个去把一个Column 一个Column建立出来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更有系统的方式 甚至可以在程式 在写一个程式去把它整个DUPE 整个产生自动的去产生这样 比如说L128这样出来 我们需要一个更有系统的一个方式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方法 我们要介绍的更有系统方式是这样子的 OK 那么我们先Column一个矩阵 一个矩阵 一个矩阵 OK这个矩阵呢 这个左边这个矩阵呢 我们把它叫做A矩阵 这个矩阵事实上是代表的 两个水准之间的全因子实验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在这里还是用L4来做粒子 我们知道L4可以做两个因子的全因子实验 所以我们产生的这个A矩阵 事实上是代表一个全因子的一个实验矩阵 OK 0011 0101 我们用01来代表 OK 然后我们再产生一个所谓的B矩阵 我们的基本idea 是希望这个A跟B 这两个矩阵相长起来以后 得到C矩阵 就是我们要的这个L4这个表 我们基本上的idea 希望用这两个 产生这两个矩阵 然后这两个矩阵相长起来 那现在的 而且这个B矩阵 要能够很容易的去construct出来 OK 我们先确定一下我们所需要的这个L4 L4这个矩阵 如果你把它当作矩阵 这个矩阵 OK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这势必是 所以解释一下这个代表为什么是2乘3 因为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可以直接相成的一个矩阵 OK 好 我们看看这个矩阵的内容 在第一个column 我们摆上了10 注意一下我们 如果我们把这个A矩阵 把它乘上这个B矩阵的时候 这个10 OK 我们来看看这个0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这个0事实上是0乘以1 加上0乘以0 得到0这样出来的 同样的这第二个这个0啊 是这个0乘以1 加上0 加上1乘以0 会得到0 OK 换句话说 我们把10 这样摆下来的话 实际上相当于是把这个A这个column 整个把它拿到这个地方来摆排 大家看看0011 0011 两个是一样的东西 好 这不足为奇 因为我们这里是写110 100你整个相乘起来 它事实上是相当于是 这个第一个column 整个把它直接搬到这个地方来 OK 比如说我们再确定一下 这个最后这个1 这个1事实上是 1乘以1 加上1乘以0来的 好 后面这一行呢 一除了都变成0了 因为这下面是0 所以你只保留了第一个column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在这边写的 这个是 这是A 这相当于一个A row 这个如果叫做A column 叫做B column 这个叫做A row B row OK 那么这10代表的是 把A这个column 直接搬到这个地方来 同样的 在第二个column里面 我们写01 它相当于是把B这个column 直接搬到这个地方来 B是0101 我们在这也是0101 OK 好 那么第三个column 刚刚我们谈过 第三个column相当于是1跟2 两个相加起来 然后取疑数 取2的疑数 所以我们只要写1跟1就好了 因为1跟1相当于是把1跟 把A column跟B column 相加起来 OK 那么如果你把这个 所以相加起来的话 那相当于是把这两个相加起来 00相加起来 取疑数等于0 01相加起来取疑数等于1 010相加起来取疑数等于1 1跟加1 然后得到2 对2取疑数得到0 OK 如果你把它再把它 转换成12的形式的话 你还是会得到L4表 OK好 所以在这里重点在于 我们怎么去construct A矩阵 怎么construct B矩阵 OK A矩阵是一个全因子的实验 它代表的这个矩阵里面 代表的所有水准的一个组合 各种组合都在这里面 00 01 10 11 所以A矩阵我们可以把它叫做 水准的一个组合矩阵 因为它代表所有的 可能性的组合都在那个地方 相对的这个B矩阵呢 它代表一个column怎么组合 那第一个代表只是Acolumn 第二代表Bcolumn 然后第三个是A跟B的相加起来 所以第二个B这个B矩阵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一个column 组合的一个矩阵 OK 这是我们在这个课程上面给它的一个正式的一个名称 在我的课别里面给它一个正式的名称 但是我想这个名称可能会有点难记 所以干脆你再暂时我们把它叫做A矩阵 就是B矩阵这样就好了 这样可能会比较容易 但是你知道这两个矩阵相成起来就是我们要的东西 你真正在运算的时候 你事实上并不需要真的做这种矩阵相成的工作 OK 我们为了要表示A跟ABC这三个矩阵之间的关系 我们可以用这条公式来代表 OK A跟B这两个矩阵相成起来 这个MMULT Matrix Multiplication 这是标准的Excel里面的一个矩阵预算函数 OK 那么代表两个矩阵把它相成起来 你知道矩阵怎么应算 OK 那两个矩阵相成起来 然后再对2取一数 对这个水准数目取一数 OK 那么就得到C矩阵 OK 我们为了要表示ABC三个矩阵之间的关系 我们可以用这样来表示 但是你真正在做的时候 不必真的做这样矩阵的运算工作 因为你这个代表是A这个column 这个代表B这个column 你只要实际上把它整个A跟B两个column加起来 就会得到C这个column了 第三个column 第一个column跟第二个column 就得到第三个column 当然你要取一数 OK 这是比较有系统的方式 那 了解到这个L4以后 我们 接下来几张投影片 我们来demo一下 我们怎么去constructL8 我们怎么constructL16 甚至到L32 好我们讨论到这个地方 其他的L64 L128 你大概就可以自己去把它推广 把它generalize 接下来